如果我不说这是在房车里 你会不会以为这是一个小会客厅呢 温馨舒适是对它最好的诠释 作为一款后置厨艺车型 顾名思义厨房和卫生间就在车的后方 这样与前方生活区起到很好的隔断作用 并且厨房区的设备也能满足我们正常的使用 在桌面最左边四个杯架可以放调料品 做饭拿取很方便 一侧就是做饭的炉具啦 也是比较独特的存在 作为飞翔的国家发明专利产品 内置柴油炉 燃料直接取自本车油箱 相对于电磁炉而言省电很多 并且功率更高 在高海拔地区也能照常使用 旁边高位水龙头搭配洗菜池 用水更方便 做饭产生的油烟也无需担心 上方铝合金橱柜下降 空间直接变大一倍 内部开磨更致的餐具固定架 碗块除去放在里面丝毫不用担心 行车过程中会产生异响 油烟机进行两档调节 抽烟效果更好 旁边卫生间设计满分 门采用圆弧设计 增加内部使用空间 里面的话 带侧滑功能的旋转马桶 零花洒换气扇 还有自带镜子的储物空间 而且卫生间整体 也是一体成型开磨出来的哟 什么漏水发霉等问题 您都无需担心 出来卫生间 上方则是一个超大柜子 放10斤的大棉被都是妥妥的 下方152升英德尔分体式冰箱 保护熟的健康 可独立调节冷冻或冷藏 旁边的大衣柜则可以挂长款外套和连衣裙 闲来无事品品茶或者喝点小酒 那就看看这吧 内嵌智能茶台 午后泡上一壶好茶 住车时的惬意生活 这不就来了吗 上方还有韩国大雨微波炉 用来加热早餐 前方会客厅整体空间非常宽敞 左边航空座椅可进行360度旋转 行车过程中向前转紧访晕车 这边还有手机无线充电 对面则是一张超大沙发 下方还隐藏了两个大抽屉 应记的衣服被褥都可以放这里哦 这么宽敞的会客厅还少一张桌子 您猜它藏哪儿啦 其实它就在沙发下方取下锁扣 将桌子拉出 一键按下一张桌子就出现啦 多人聊天绰绰有余 那看到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发现床呢 其实就在我们面前 这个沙发只需要简单操作 就能变成一张一米三尘两米的双人床 两个人休息绝对舒服 那除了这张床 在我们的头顶上方也隐藏一张双人床哦 通过镜控按钮一键下降 承重可达到600斤 怎么摇晃 它都纹丝不动 多人出行时 它就派上用场啦 不用的时候 还能变成储物空间 存放不穿的衣服被子 车内看完了 大家好奇它外面什么样子吗 整车以白色为基调 搭配黑灰色的线条 简约大方 后方的壳体采用三明治车身 最外层为FPR材质 中间为XPS保温层 内嵌铝合金龙骨 承重能力在线 最内层为防火纤维棉 在车身下方舱门打开 就能抽出不锈钢桌面 拿出便携式拆油炉 就能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吃美食啦 后方是自行车架和后爬梯 大家可以按需安装 在车身的另一侧 同样是一个储物空间 放重物或者行李都是可以的 动力方面呢 采用EVC Ocean底盘 3.0K排量 8AK自动挡边速箱 符合国6B的排放标准 整车车长5米99 车宽2米3 车高3米 车长不超6米 蓝牌C罩即可驾驶 同时给大家标配了 3000瓦泥变气 1000安时锂电池 700瓦太阳能板 230升净水箱 80升的灰水箱 大水大电大空间 您觉得这车的配置 能不能满足您全家出行呢